疫情升温全国进入三级警戒 为了减少身心障碍者出入医疗机构等高风险场域 台湾市社会局表示依照卫福部公告 若今年5月13日以前 已向地方政府申请重新鉴定延长需求评估 以及今年10月31日证明效期借满 需重新鉴定以及需求评估者 身障证明效期同一延长至今年12月31日 疫情升温全国进入三级警戒 为了减少身心障碍者出入医疗机构等高风险场域 台湾市社会局表示依照卫福部公告 若是11月前身障证明效期到期 都可以将身障证明效期统一自动延长到今年的12月31日 在5月14日到10月31日 效期会届满需要重新鉴定的 那这一部分的身障朋友们 或者在5月13日以前你的效期还没有过的 那这个都可以把期限延长到今年的12月31日 那身心障碍朋友也不用申请 我们会社会局会主动的书面通知 将你的这个期限展延到年底 社会局补充说明是否已经统一进行系统展延 但民众若有求职就学停车购票等需出示证明的需求 仍需在收到公文通知之后 持社会局公文和身心障碍证明 到台中各区公所办理职本证明展延助记 以便提供相关单位查验 我们身障朋友有这个求职啊 就学停车或者是购票的证明需要的话呢 那也可以在收到社会局的公文之后 可以到职的公文到我们的各区公所办理职本证明助记 那同时也可以把停车证一并来到公所来办理 社会局表示将会以书面通知 民众无需主动来申请 可以原证明继续享有相关权益和以零忧补助 估计将有六千多名身障朋友收费 希望借此让民众减少进出医院 也可以降低疫情风险 借杨宗环台中采访报道